你先带乐颜离开 以后如果想要叙旧的话 我们有的是机会 观主 南山洛阳 流言四起 传言三日之内必有大火 可是我担心 这难民鱼龙混杂 若是有心之恩作祟 故意要引祸的话 怕是会对流言官不好 还请观主早日做好打算 不必担心 一切自有命数 观主有把握就行 没有 我没有把握 阿黎 即使是意味迟余 我也不敢说 一动一念尽在掌握 何况是人 想要算无一策也好 想要万无一失也罢 算都只是数罢 道才是本 此道为何止 能救下的人 救在眼前 岂能不救 救下眼前就顾不到以后 那又如何 此道无他 平心而行 后果自负而已 这世上又有谁 不是如此呢 ấu yu 哥哥 是不可 可 是不可 是有不可 是有不可 在想什么 没什么 对了 太子日日在紫卫宫中 寻欢作乐 这样下去 是会出乱子的 我这个阿弟啊 就是被惯坏了 若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 就告诉杜尚书吧 阿弟平日里 最怕阿爷身边那几位先生 如今 南山的难民们 也开始议论此事了 他再这么顽劣下去 可如何是好 长哥也知道 太子来了洛阳 淑月哥哥 是担心长哥会做些什么吗 你不相信长哥 我保证 长哥他不会做傻事的 我相信 太子殿下 人找到了 回殿下 小郎君说 他说 要请殿下 先将他认出来 如此 才肯见殿下 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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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有趣 规矩呢 规矩是什么 一不可进 二不可谈 其余的都随殿下 不可进 来 来 这样子 你们都做一个 这个动作 我看看 是 坐 好 就是你 就是你 殿下 真是心思细腻 小人盛心 拜见殿下 免了免了 好 姑娘把你留下来 那就请殿下 把我们都留下来吧 人多也更热闹 说得对 好 你们几个都留下 谢太子殿下 谢太子殿下 杜尚书 多谢 杜尚书要找李郎君 不过他可能不在家啊 他不在洛阳 在是在 不过他可能在西房的茶寮 也可能在南市的酒房 他可能在洛阳的任何地方 就是可能不在家 人在洛阳 却一直不回家 萧进的时候 倒是也难说 听说他娶了个汉妇 可不得成天躲着呢 尚书 是 你还要想看 你还要想看 一个人 人家 你还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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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唐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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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生仙 你怎么样 殿下没事就好 可惜此行未带起居郎 这番伤在百姓身痛在殿下心的情景 竟不得上达天厅 都尚书 阿爷日理万机 这点小事 他就不用知道了吧 坊间传言 殿下不舍昼夜 沉眠于这不业子微 这样下去 陛下就是不想知道 也知道了 都尚书 面词孤之过 孤甚是感激 有劳都尚书了 他 是孤在洛阳时候的小友 若是杜尚书不满 孤让他哪儿来的 回哪儿去便是 殿下好自为之吧 殿下 若是让小人离去 小人走便是了 可你本就是长安太常寺的月童 不跟我回去 也能去哪儿的 谢殿下 殿下